我们到日本去 发现到炸虾有学问 因为他都用科学 我们现在台湾的大学太多了 大家是要量不要止 学用落差 有一个故事 就是博士去卖鸡排在台中 我批评了 后来他来看我 我去看他的鸡排店 帮他去炸过一只鸡排 我要讲说 那个博士炸鸡排有没有差异性 我说 第一个你进来的油买了鸡排 你怎么验货 他不晓得 我说评理过 四边的油温跟中间的油温是多少 我就跟他讲一个故事 日本的炸虾很好吃 我叫我的先期叔叔来炸一下炸虾 觉得这没有那么好吃 就外面炸的是有点黑胶黑胶黑胶的 里面的这个虾就太硬了 没有那个日本炸虾那么好吃 就我们到日本去炸虾店去看 我看到炸虾有学问 他呢 虾买进来在冰箱里冰到 大家买新鲜的虾就不要冰 在炸虾之前 他有个很简单的sensor 就是两下底温度 然后第二呢 他有一个温度计 油锅的油 如果你是尖底锅预热的过程中 中间的油的凉的温度呢 会慢预热慢 可是它会保持 温度会比较高 所以一般炸虾要用平底锅 温度很平均 炸虾呢 他还有一个秘诀 我说奇怪 我的先期叔叔呢 加上这些 面一裹 裹以后就去炸虾 后来他用常温的水 三十几度去搅面粉 去裹 好了 我觉得日本人呢 是用冰箱里面 四度的水 来搅面粉 那面那个面粉呢 土粉面粉 他会用那个筛 把那个杂质筛掉 程序比较复杂 这个面粉呢 就是冰冰凉凉 就是很 就很酸的面粉 然后虾底的温度呢 大概在三十几度 他去裹 他有一定 一个面粉要裹 他有一种刀来刮 他不会让你裹得厚跟匀 很均匀 然后下去呢 油锅 他一条一个 油锅178度 那个时候 虾的温度是多少度 裹的面粉以后 是就已经把它降温了 温体的虾的肉 加上面粉的 这个温度 像那油锅的温度 要多少时间 它有一个timers 他放三只虾 五只虾的时候 就把第一只虾 就开始捞起来 让它正好到达说 这个表皮 不会黑胶 是正好吃到里面 非常juicy 所以日本的炸虾 好吃 是因为它 都用科学 我们在炸鸡排 电脑博士 那我跟他讲过 原来猪肉温度 你买进来是 温体的猪肉 没有冰过的 冷冻的猪肉 是有冰过的 它不一样 面粉的温度 炸粉的温度 温度水怎么办 你炸多久 这全部都要有量测 我以前讲过一个观念 看人家做东西 我很会自己来学 模仿 那很容易做到 九十分钟就很像 你说画皮画虎 男画骨 画个老虎皮 像老虎 你里面把他的骨头架子 画出来都不容易 做一件事情 你的标准如果是一百分的话 你认为说 我如果说一到九十 我画了三年 那我九十到九十九八 是不是只要花几个月就好了 错了 一到九十是很相像 九十到九十九八 你要认真的做 可能要花五六年 要更认真的做 要花十年 一到九十三年 九十做到九十九 要十年 要十年 九十九到九十九点九 还要另外一个十年 炸虾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 不管你弹个小提琴 不管你弹个钢琴 大家都差不多了 可是到了九十九点九的时候 那就是要有什么天分 九十九年九九年 它就是个艺术 是个艺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我不要 五十八 这是谁 Virbbe